我脸型最大的特点就是方脸 然后全股膏全股外扩 这里线条看起来不是很流畅 然后还有一点面中凹陷 那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我们骨骼上的问题 通过高光和修容其实可以改善很多的 那我们的颧骨其实是一个四边形 然后它有一种这样很像向外扩张的这个趋势 然后如果你本身比较瘦皮肉也比较薄的话 那这个颧骨的线条就会变得非常明显 然后全股外扩的这个骨骼感也会很重 那我们可以像我这样就是从这个位置 从眼下这里然后慢慢地摸 摸到自己颧骨的高点的位置 就可以发现我们颧骨比较宽比较大 然后颧骨有点外扩的女生 就是颧骨的高点会在外围的这个位置 已经超过了我们五官的这个范畴了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就是我们注意力 没办法集中在五官上 就会显得整个脸型比较大 然后脸型的这个缺点也会暴露得比较明显 那我们只要利用光影 然后把这个高光点往我们五官区域去移动的话 那这样子呢就会弱化我们的骨骼特点 然后让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五官上 现在我已经把底妆化好了 先来继续上眼妆 眼线还有睫毛 下眼影的部分我也会强调一下 因为本身颧骨比较高的话 用下眼影可以放大眼睛 再来上修容的部分 我会用稍微小一点的腮红刷 来占取这个深色的修容 打在全宫外扩的这个部分 可以看到它的线条是突出的 就打在全宫外扩的突出的线条的部分 注意不要扫到全宫下方 再换一个大一点的修容刷 来修饰我下颗脚的地方 因为我本身脸型比较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会稍微加深一下阴谋 用的也是和刚才一样的这个颜色 然后下巴的地方也稍微带过一下 因为这样子从正面看 就是下巴的部分可以显得肩长一点 最后再把整个修容的部分 稍微熨染一下 再就是高光的部分 我用的是Hedon的这块 瑜伽30分 这块它是一个小太阳的形状 太阳中间的地方是比较大的闪片 然后外围的都是一圈比较细小的闪粉 然后我现在取在手背上的是 这个细小的闪粉 这个细小的闪粉 更适合日常用 上了以后是这种比较低调高级的感觉 中间这个大一点的颗粒 比较适合晚上夜间出去活动 或者参加什么聚会party之类的 会更闪耀一些 下面这个就是会更日常一点 然后一个小刷子 占取在自己眼下的地方 就刚好在自己五官的区域内 同时又是在 泪沟下方一点点的位置 现在我的这个高光的位置 就移到了五官的这个区域里面来 这样子单单看五官 我们的注意力就会更多的集中在五官这个部分 只用一点点就可以让眼下有这种捧起来的效果 看起来更有元气 长相成熟的女生也可以用 眉骨的部分会用一点高光来提亮 最后要做的也非常重要 就是增加五官的立体度 因为全宫外扩面中凹陷的脸 看起来整个轮廓 骨骼框架都会很重 所以我们五官变得更立体一点 这样子注意力会更加集中在五官上 会更加忽略边缘的轮廓 鼻尖的位置 我会用手指点一丁点高光 这样子就是在不放大鼻子的同时 可以增加一点立体度 最后上口红可以选有气色一点的颜色 我选的就是CT的这个Vocal Shape 这样整体的明艳度 一下子就提升上来了 现在我的整个妆容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这次呢 主要是把重点放在高光跟修容的配合上 就是我们只要把高光点 朝自己的五官区域里面移动 然后大概是在自己 肋勾下方一点点的位置 就是这样子就可以让自己 把高颧骨变成这种 比较饱满的苹果肌 然后整个人呢看起来气色会比较好 同时外扩的全公线条也不受光 就是这种哑光的质感 会让你的线条看起来更流畅一些 因为我觉得自己脸比较大 然后骨骼感比较重嘛 所以都不敢用高光 那后来就是发现 就是你只要把高光和修容用对了 其实可以很快地赶上我们整个骨骼的起伏感 然后把你的五官优势更好地发挥出来 那今天这个超简单的高光修容技巧就到这里了 希望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我们这些骨骼感重的女孩 都可以回家赶紧试起来 好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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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